我覺得歐陽娜事件其實我們來看就是說 對藝人來說他可能會選擇他的市場 那說實在其實現在比如說我們如果單純只談政治投票 真的有時候父母親也沒有辦法去主導小孩子的一些立場 那所以我覺得蘇貞昌去拿他父親當時的演的電影裡面的台詞 我覺得這樣算其實沒有什麼必要 那我覺得反而是說當政府表態說可能要罰歐陽娜娜50萬 我覺得因為作為政府單位你要怎麼處罰 我覺得你的依據是什麼要講清楚說明白 否則的話你不過就像是一般網路上的算明 我覺得行政院長不需要變身為網路上的算明去算一個 這個20歲的一個年輕女孩子 我覺得講說統戰樣板來形容台灣的藝人 我覺得也會不會太沉重 因為在這次事件裡面除了歐陽娜娜之外 其實後來大家又翻箱倒櫃去看比如說包含這個智琳姐姐 或者我們其他的台灣藝人 那需不需要把在這個大陸發展這個演藝事業市場的 這些藝人全部抓過來拿來做一次怎麼思想的審判啊 或政治忠誠度的檢查 我覺得沒有必要如此啦 那麼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去尊重藝人他自己的一個發展 還有他的選擇 而這些選擇其實結果最後大家也可以看到 不管是你今天是你選擇在哪一個市場 你可能比如說你可能會引起台灣的這個市場 或台灣的民眾對你的反感 這就是他的選擇 那但是我們有必要把所有的藝人都拿出來做一個思想的審判 我個人覺得不需要這樣無限上綱 我覺得就是說我們對很多事情不要有雙標 如果我們今天當年因為張惠妹在這個台灣 在自己的土地上唱國歌 結果就受到這個大陸市場的封殺 我們覺得這個是政治干預演義 或者是這樣的應該要保障藝人他們的一個表演的自由的話 那同樣的就是時隔十幾二十年後 難道我們的標準就變了嗎 所以我覺得同樣的事情不要有兩套的標準 你對張惠妹當時你覺得大陸市場的反應是錯誤的 那你今天要重蹈當時這樣的一個行為嗎 我覺得這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